犯案的正姓嫌犯今年只有21岁是东海大学二年级的学生 释放之后各界都怀疑他有精神疾病 但其实他并没有病史 东海大学的校方则说上个月正姓嫌犯的脸书就有异常讯息 学校立刻介入辅导 没有想到却发生杀人事件 涉嫌犯下捷运随击杀人案件 21岁正姓嫌犯 目前就读于东海大学还工系二年级 平常课业一般 但近期内却有人发现 他在网路上的发文有些不对劲 类似反社会的现象 比如说他想要干一番大事业 问他的状况说为什么会这样子等等 那他都说这是他的正常的行为 那我们学校觉得 对对对我们学校觉得说 这个他的说法也没什么特殊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到5月9号开这个会之后 我们大概就再整理资料 东海大学表示最近因风雨极大 校方要求教授减少点名 对请假从宽处理 所以没有掌握政贤动态 据了解政贤是转学生 之前也曾就读于国防大学中正理工学院 但一部及格科目超过二分之一 大一下就被退学 政贤本身是板桥人 曾就读于板桥高中 这次的犯案跟他的生长过程 有相当的地缘关系 应该是他熟悉的路线 因为他住在海山区 住在江崔站附近 所以应该是他熟悉的路线 有网友爆料 政贤在高中时候成绩不错 但是曾在班上做过杀乌龟的举动 还把乌龟尸体随意乱扔在桌上 让他们觉得不可思议 政贤是不是别有动机 目前还不清楚 但这起随机杀人世界 已经让所有市民心中都蒙上一层阴影 优优优独播剧场——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